我们在这个Utiles里面进行书记 就是说当咱们进行读取的时候 我们是都在这个Utiles 我们看这块写了一个Utiles 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进行一些图像的读取啊 保存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操作 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来进行使用的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Scrippy的一个 咱们刚才说的MISC 就是关于图像处理的一个小包给它导进来 然后呢 我们不光导进它 还有导进这个Numpan 我先给它写完 还有Numpan SNP吧 然后还有一个OS 还有一个SYS 可能一会儿都会用到 现在它导进来 然后呢 我们写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样一个getImagine 这个getImagine这个函数里啊 我们只需要把当前的这个 咱们输进来的这个style图像 然后给它读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把SRC啊 给它传进来 SRC啊 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 它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路径是多少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刚才啊 导进来的这个包 这个包里啊 有这样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Imagine锐的 我们可以直接啊 通过它的路径 把这张图像给它读进来 这块呢 我们就直接传进来 这样一个SRC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mode 就是说啊 它按照什么样的格式 进行读取 通常情况下 对于这样一个彩色图 它的一个mode 就是这样一个RGB的格式 我们来写一下 它的一个mode啊 我们就让它是等于一个RGB的格式 前面上面写上这个Imagine 然后Img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图像读取完了 我们直接return这个Img就可以了 把这张图像给它返回回去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是把这个Style Target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目标 想要变换成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给读进来了 下面啊 我还需要再复制一些函数过来啊 这些东西啊比较长 我就不写了 在这块啊 就是说啊 我们需要指定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呢 是一会儿实际的传到咱们训练的一个函数当中 所以说 我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了 咱们就不再动手一步一步去写了 去写有点麻烦啊 我把它直接 把这部直接复制过来吧 然后咱们来说一下 复制到这里 那么这块呢 就是说 咱们指定了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啊 都是一会儿咱们要使用的 然后有了这些参数之后啊 其实在命函数里 一个最主要的模块就是这个循环了 这个循环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在这里我们实际的是要进行一次迭代的任务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啊 咱们就要完成哪个代码 就是要完成这个迭代优化代码吧 这个代码才是咱们的一个核心 下面呢 咱们就开始写这个代码 这个函数啊 就是咱们style transfer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函数了 基本上 咱们所有的操作啊 都是由这个函数来完成的 首先呢 我还是啊 咱们先导进来 这个函数里边可能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因为呢 咱们在训练的模型是有一个patreon的吧 就是把人家模型先训练好的拿过来 所以说呢 你需要把这个模型架构啊 先写好 以及参数再传进来 这块我import一下这个vgg啊 就是说 一会儿呢 我还去还会按照这个vgg啊 这个vgg啊 它的一个网络结构 再把它的模型啊 从上到下再写一遍 先把它导进来 pdb咱们的一个debug的时候会用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timer 下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tensorflow了 我会import一下这个tensorflow 把它啊 s这个tf 然后呢 还有这个numpi numpi smp numpi我想想 还有一个os酷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还有一个transform 这个transform啊 咱们一会儿用到的时候再去说啊 咱们用到哪个 咱们再去写哪个酷 我在想啊 还有在这个utils里边 咱们的一个utils 刚才写的这个utils2里边 我们import一下这个getImagine 咱们刚才写的 就是把图像读进来这个操作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import完了 import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写这样一个函数了 这个函数啊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实际的去 求解 实际的去优化这个函数 在这里 先来写一下这个函数 我们define一个op dmize 然后这里边啊 要传进来的参数啊 就太多了啊 为了一个简单起见啊 我就这个参数啊 我就不一个个去写了 写起来太不容易时间了 咱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啊 先把这个函数的名字 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参数啊 就是咱们刚才所指定的 这一系列参数吧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很多wait啊 还有很多个pass值啊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把这些参数啊 都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这些参数值了 首先啊 我们先去算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的一个 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一个batch size 它不是等于4吗 然后我要去算一下 就是在当前的一个batch size里边 它是不是会有多余的 比如说啊 一共有7张图像 那我batch size是等于4的 第二个batch 它是不是就不满了 所以说啊 可能多了三张 我再把那三张啊 去掉就可以了 我们先写这样一个东西啊 我们写一个mode mode它是等于一个la 我们用它啊 去算一下这个content的target content的一个target 在这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训练的 一个图像 我让咱们的一个训练图像 先算它的一个个数 然后呢 再去摆分号一下 咱们的一个batch size 然后呢 看一看 它是不是 看一看 它的余数是等于几 余数是等于几 我们就把这个余数啊 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余数呢 它是构不成一个batch的 所以说咱们就直接给它去掉啊 就好了 如果说它对mode是大于零的啊 我们就说它是啊 我们就可以写 就是把这个东西去掉就可以了 它的一个content的target 我们在这里边 把这个数据 content的target 然后呢 让它呀 是等于这样一个content的target 从第一个数据开始 一直到谁写 一直到负的 比如说它是等于三 那可能那就说 最后三个是多出来的吧 所以说啊 我们batch size等于四 我们就是 让每一个batch 都是等于四的 然后多余可能剩下一些章啊 那些章 我就直接给它不要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啊 就是咱们要 要得到的 就是这个一个style的一个features 因为咱们在优化的时候啊 是优化的这些特征图上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 对于style来说啊 咱们是要看多个 就是在多个图上的 它的一个stylefeatures 所以说呢 我先让它啊 等于这样一个list 一会儿呢 我会往这个list里吧 一顿传东西啊 就是传进来它的一个结果 咱们要指定这样一个batch的一个shape 我们先把这些参数啊 对设置好 这个一个batch的一个shape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这样一个batchsize吗 它是等于一个原主的 它的大小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一个batchsize 因为咱们要用tensorflow来嘛 所以说 要把它的格式啊 转换成这样一个标准的格式 batchsize是 是等于四的 然后后面啊 咱们图像都给它resize到这样256 然后它是一个彩色图 就是一个batchsize啊 第一位是batchsize 然后第二位是hw 然后还有一个c 这是它的一个batchsize batchsize说的是咱们的一个训练数据 然后咱们不是还有读进来一张style吗 这张style啊 我也需要给它的shape进行一个变换 style它的一个shape啊 它第一就是等于啊 第一位也是一个batch 它的batch啊 是等于1的吧 然后呢 batch就是一张图像 然后我再加上一个 它自身的一个shape吧 就是这样一个style 它一个target 就是它读进来之后 它自身的一个shape是得多少的 这样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batchsize 还有一个style shape style shape和batch shape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来调这个tensorflow了 位置tensorflow点它的一个graph 我们把它的一个计算图啊 先拿出来 graph我们先给它s default一下吧 s default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指定一下 你用什么样进行训练 就是tf就是我们先在这儿 位置它 然后呢 我们需要再指定一个东西 就是咱们拿什么去训练 tensorflow的一个device dvice它的一个device 如果说你是拿cpu 你就拿cpu 你拿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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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一个cpu的模式 所以说我写上这样一个cpu 接下来呢 咱们训练的时候啊 就是拿cpu进行训练的 然后呢 我还可以指定啊 这样一个session啊 还有一个tf.session 在tf.session里啊 我给它s一下啊 s这个sess啊 咱们的一个通用做法 这样呢 我就把咱们tensorflow里啊 去需要咱们指定的东西啊 先给它指定好了 那么接下来啊 就是说啊 咱们要指定一堆placeholder了吧 像是之前那个结构一样啊 咱们要指定好多个placeholder 我们先来一个写吧 就是有一个style的一个imagine styleimagine呢 它是等于tf.placeholder 这个placeholder里边啊 它的一个dtype 就是一个tensorflow.float32 float32啊 在这里 然后呢 它的一个shape啊 它的一个shape 我让它直接等于什么吧 它的一个shape 就是等于咱们刚才指定好的 这个style shape吧 我直接把这个style shape 给它传进来 然后呢 它的name 我们给它提个名字吧 它的name就叫做一个styleimagine吧 style style 然后呢 这样一个imagine 这是一个styleimagine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这样一个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还需要啊 对这个styleimagine 然后再进行一个小的处理 我先把还手写完 然后咱们再写这个处理的操作啊 styleimagine 我再来写后面加东西吧 加上一个prosize 表示着它是处理过的 它就等于vgg 一会儿呢 咱们在vgg模块里啊 我写上这样一个预处理的操作 其实很简单操作 pare procss 然后呢 我把这个styleimagine给它传进去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在这个vgg里边 先写这样一个预处理的一个操作 我先写这样一会儿